我梦见我打电话给您打通了 结果是真的 师父您可以帮我看图腾吗 我是1986年属虎的 1986年的老虎想问什么 师父我想看说 我知道自己受得不好 在感情上还有点问题 你要看感情啊 对 这几年属什么再讲一遍 1986年属虎的 你的感情很麻烦呢 可能要分掉的 是我自己的问题对吧 他也有问题 两个人都有问题 这个人怎么样 这个人脾气也不好 是的 你被他压着 但是你这个人呢 脾气也不好 听不懂啊 对对 对对没错 师父我在改 你在改 你在改你好好讲话 不要跟人家吵呀 不知道 我知道自己 自己也变不住就跟他吵了 我知道自己不对 你吵不过他 你就跟他吵干嘛了 我以为说我就 就跟他说他就能改变吗 这么容易改变的啊 一个人的这些更新这么容易改变的啊 明白了吗 你知道 师父是这样的 我就是 我很奇怪 就是在我梦里面 就是很常有一个男人 就是他每次在我梦里嘛 我就说到底是 跟他前世是有怎么样了吗 不要去想啦 一想他就整天在你身上不走了 而且会影响你的感情 现有的感情 会因为有一个某一个异性灵性出现 你就会跟自己现有的灵性 现有的那个 那个情人或者丈夫会吵得一塌糊涂 听到懂了吗 我其实就为了这个事情 我就是 我就是很对不起关心菩萨 因为你要记住 因为你要记住 人鬼照样可以谈情说爱的 所以有个电影叫人鬼情呀 但是我们人怎么可以跟鬼去交朋友啊 就是后来师父就是说 就是我觉得这个人呢 他就是出现在我的 就是现实生活里面 这个就是让我觉得自己修的不好 我真的很后悔 我到底要怎么样去聊这一段缘呢 去聊 马上听着念心经 真念礼佛 请关心菩萨帮助我 消除我这段 不应该有的缘分 好 你这样这样下去吗 你给我告诉你要是雪光之灾的 你这个老翁表面上不想 一旦他发现什么事情的话 他会给你造成很不利的东西 你听得懂了不 听懂了师父 不可以的 因为这些孩子只有跟师父讲讲 家里又不能讲 自己要好好做人呐 好好学佛 这种事情 这种事情悲剧怎么扯来的 悲剧就是自己没有人管的 我就是说 我没有人可以讲啊 我心里很难受 你不是跟师父讲了吗 感恩师父 我不知道我真的可以打通电话 感恩观心菩萨 你要记住了 这种没有关系的 有了 对不对啊 知道了 就不要再去延续嘛就好了 好的 就是我念心菌给自己去调略方向 是这样吗 对对对 嗯 好的师父 还有我想问一个问题说 我我我心想要开一间树垫吗 这个可以吗 你你没有钱开什么树垫啊 你千万不要去借钱来开 听得懂吗 好的好的 我因为师父 是现在师父直接感应 你的钱不多 所以你开这个树材馆 你要当心的 你不能不能冒这个风险的 听得懂吗 是的 孟林师父也这么说的 可是我我没记清楚师父是怎么说 现在我会告诉你的 不要冒风险 没钱 就不要开 好的 那师父 我因为我之前已经打通电话了嘛 师父说我我前世也造了很多 就是做了很多的烂事 所以这一辈子修的也比较困难 比较困难吗 你老会碰到烂困难 守不住自己啊 爸爸妈妈借你个肉身就让你玩的 你好好爱护他 把身体玩坏了 你就是不孝顺 你的骨头是爸爸的 肉是母亲的 把你养得这么大 就来糟蹋自己身体啊 听不懂啊 嗯 听懂师父 那师父您说我感情方面 你是说我以后也会有这个分掉的可能性对吧 不知道 好好念经文就不分掉了 嗯 好的 好的感恩师父 对不起师父 我我只想多问一个问题 就是之前说我妈妈她 师父说其实已经很严重了 就是已经要好像被脱的感觉 因为现在妈妈都很痛苦了嘛 就是接下来又去化疗 那这个事情的话 是我们师父能够帮她念经 帮她念呀 你可以求关心不上让她不要痛 但是活得了活不了 看你妈妈自己冤结重不重 自己修不修 怨力大不大 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 就是师父说 之前师父跟我们说 我们两姐妹 师父能够帮妈妈念 因为妈妈可能就是太严重了 尽量念吧 那我只能 尽量念念吧 妈妈就帮了 也不能看着妈妈见死不救 就是念一点 请关心不上保佑妈妈不要痛 就是上身的时候也是求 不要那么痛对吧 对呀 你要知道痛痛痛都痛死了嘛 这都是下去的 所以一个人求到人间是最后一个结局是 无疾而终呀 实际上你要知道 修行修到后来好的时候 就睡一觉就走掉了 那这种福气呀 对呀对呀 就只能求这个了 然后 母亲爱中之后就到天上了 听得懂吗 如果你在人家痛得不得了 你一般的很难到天上去的 明白了吗 你知道 师父对不起 我知道自己受的不好 请师父 原谅 记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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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人人打交道 少去 少去制造一些气氛 制造一些环境 让自己非常容易冲动的环境 不要去制造这些环境 听到懂了吗 好的 不要去单独的 不要去这个环境非常重要 好 犯罪 做错事情 心理犯罪 或者觉得对不做了对不起别人的事情 都是因为这个环境影响 听得懂了吗 好的 那师父 那我以后要注意什么呢 可以请师父开始一下吗 还要我讲啊 注意什么 在家里好好修心 好好清修 不要到外面去多看 网上不要看乱七八糟东西 少接触男人 好 好了 可能就是在感情方面 好的 感恩师父 感恩 好了 关心 再见 再见 还有就是说 师父有一次那个说 白话佛法讲说斩断沉思 然后就是讲怎样不惹新的善缘 没有沉思 难道新的善缘也是一种不好的沉思吗 人家的善和恶 都是根据你的意识所为 人家的善和恶 实际上都是一种缘分所为 听不懂啊 嗯 你过去以为做的善事 现在想想你是做的恶事 有没有啊 很多孩子 为了爸爸妈妈 怎么样怎么样 最后害了爸爸妈妈 有不了 哦 有的 好了 什么叫恶 什么叫善啊 所以菩萨为什么修到最高境界 不施善 不施善 因为善恶都是人心所为 你认为善的就是善 你认为恶的就是恶 听不懂啊 哦 明白了师父 就是我们自己的标准去判断这个善还是恶 对了 哦 不一定是真正的善恶 对了 你要用智慧 用学博的智慧和境界 你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善 什么真正的恶 听不懂啊 明白了师父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不失 比如说有的人说 我给父母钱 我怀着就是那种让父母养老的那种想法 就是给父母钱 这个也算不失吗 就是比如说那乞丐给他们钱算是不失 但是如果比如说给父母 或者给兄弟 比如说兄弟可能自己挣的没有自己多 然后我我觉得我想帮他 也叫不失 只是不失的功德大小而已 好了 就是发心不同对吧 还是帮着自己家的人可能就是功德就小 然后如果是外人 我知道 自己去理解 不要来跟我讲这些 哦 明白了 好好地开悟 自己的悟性不够听不懂啊 嗯 是师父 我觉得好像学佛 我的时候 自己真的自身 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很多很多问题 你太客气了 很多很多问题 你一道对问题啊 听不懂啊 知道了师父 还有什么问题啊 好了 还有一个就是 嗯 就是师父 有一次在那个问答节目中 还有一次看图腾都说 嗯 如果我先生去北京发展 然后嗯 就是会会感情破裂 然后婚姻就没有了 然后我就想问 是我的问题 还是就是我自身 比如说我去那边会有什么问题 还是我先生的问题 然后我这样的话 我就会注意一下 多念经嘛 好了 一切随缘 只能这样 谁都可能发生问题的 嗯 刚刚一个 刚刚一个人不就这样 回北京嘛 好了 我跟他讲 叫他不要去呀 本来很好的 一去去呢 之后我们两个人 现在离婚了呀 嗯 师父是看图腾跟我说 如果我跟着的话就没事 如果我跟着的话就不让我 你说呀 你想一想的都想得出来了 一个男人自己在很远的地方 今天打电话说我爱你 离不开你 可能吗 嗯 明白了 师父 你告诉我 人是靠感情维持的 听不懂啊 没有感情怎么维持啊 嗯 你知道了 哎 你们都太 真的太愚痴了 好好的学智慧呀 人家看得大一点了 要想自己好好的 获得一些幸福的话 就得不要给自己 找麻烦 好了 师父 有时候 很多人用这个苦难 想获得一个幸福 来制造另外一个痛苦 用这个痛苦 想把它弥补掉 又制造出另外一个痛苦 我讲这个话 你想想 有没有哲理 好了 师父讲的每句话都有哲理 好了 嗯 我知道了师父 师父 我梦见师父很 很瘦很瘦 师父 师父请您保重身体 真的是很瘦很瘦啊 现在 我有一次梦 就梦 梦见师父就头发都白了 然后 很憔悴的样子 我跟别人说 心灵法门 别人说到底是正法 还是不正法 然后师父就出来了 然后特别特别瘦 然后很憔悴 辛苦啊 然后那个 可怜了 整天被人家搞 整天被那些课字 今天上午听了又不开心 师父叫你们爱国爱民 叫你们不要恋财 真的 有些人就是不听话 师父伤心啊 不开心啊 在破坏心灵法门啊 这些人真的是要下地狱的了 真的是 你今天听一听 你好好的叫大家听听 今天前面有一个男士 他讲的 他讲的一些事情 他到地府了 看到他怎么样 看见邪淫的刑剧 还有看到 他到地府去的那些事情 这个人本身 也是有些有些位置的 你听得懂吗 你叫他 你叫大家听听前面 今天的录音就知道了 好了 明白了师父 好了好了 是 明白了师父 你很厉害的 小姑娘 你自己 在生活当中 不要做了太强 在强势会伤你的 听不懂啊 明白了 太聪明了 你太聪明了 我正想让师父 那个批评我呢 批评 师父我觉得 你说说说我行吗 我觉得有的时候 对爸爸妈妈什么的 然后也是 对爸爸妈妈了 对爸爸妈妈了 你对你自己的感情 一定也不好啊 我以前好像感觉 自己就是很花心的那种 对了 但是自从学了佛以后 我自己下定决心 就是说 从此以后 不会再那个了 对了 你再多找找我的毛病 帮我 多找找你的毛病 多担心我好吗 你好好的修 真心的修 不要回不去就好了 听得懂吗 嗯 我告诉你 花心了 多担担又担担 开玩笑 好像觉得 如以得水啊 感情问题到最后 伤的是你自己 害的也是你自己 听不懂啊 我知道了师父 我这两年 你就是从学佛了以后 从来没有 思想都没有 记住了 对以前 长得好看 不是叫你来 沾花惹草的 听不懂啊 长得好看 是叫你好好的学佛 给人家一个正人 正人君子的样子的 知道了师父 哎 你们这些女孩子 就是这样 还有 不许跟我穿裙子 哦 明白了师父 长裙也不可以是吗 长裙可以 短裙不可以 就是能盖住脚的 嗯 到佛堂去 到佛堂去 拜佛 不能穿裙子 嗯 明白 否则很不礼貌的 嗯 明白师父 师父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有的时候 就是因为我妈妈 和我一起学嘛 但是就是 就是有的时候 我觉得我特别不好 就是她有的时候 做一些事情 我就老想批评她 我说哎呀 你这样是不对的吧 什么的 然后说完了以后 又后悔 就觉得自己修得又不好 凭什么说妈妈啊 然后 你跟你妈妈缘分不足 就别说 嗯 明白了 就是我们俩有的时候 气场好像特别不和 就是话一多了 就感觉就想 就想那个 就都是我自己不好 我觉得 没话讲 妈妈从来都不 没话讲的 明白了吗 嗯 明白了 师父 就是就是少讲话 对吧 做念经 对 因为等到你妈妈 接受你气场的时候 你再说 没有接受你气场 不要说 但我觉得我妈妈 念经念的比我好 她很那个 很很那个 那你就好好跟你妈学 嗯 明白了 我告诉你 明白了 以后等到走掉了之后 都知道什么妈妈的 儿子女儿了 全是缘分 上辈子的女儿 继续续就是了 听不懂啊 嗯 明白了 师父 好了 嗯 师父 我还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现在的社会 怎么让孩子吃苦 就是一方面 比如说 想让他去学一些 什么绘画班 英语班啊 但是我妈老说 说你这样给他花钱 不是也是损伤他福报吗 然后我就有点分不清 比如说 这个不算的 正常的 你妈妈过分了 执着 从孩子去学点东西 花点钱 很正常的 跟什么关系啊 嗯 因为我想 别的小孩子 你都该学英语了 就要学英语 然后再学什么书法了 就学书法 我妈妈是觉得说 在孩子身上花的一分钱 都算是他的福报 然后就一直 好了 这个不对了 好了 不要再解释了 好吧 你一辈子就学会解释 师父已经给你指点了 你就不要再解释了 不知道了 师父 嗯 然后听那么就好了 嗯 知道了 师父 对不起 还有一个同修问的问题 就是说 供完的花 还有那个香根 怎么办 就是那个香角 是可以直接扔掉 还是说 要要额外的 要包起来啊 什么样的 吃掉 把它吃掉是不是啊 不是不是 就是那个佛台上 供完的花 我在我这儿你呢 扔掉就扔掉了 哦 明白了 吃掉 让他生根发芽 那个同修是怕 就是说 别有什么不进 你看你看你看 要解释了 师父已经给你指出来了 还要指解释了 知道了师父 我这个毛病太多了 你一辈子就喜欢解释 就活在解释当中吧 有解释的时间 才不如往前看呢 听不懂啊 嗯 是的是的 师父 好了好了 好了 还有一个就是 就是师父 有一次在那个问答节目中 还有一次看图腾都说 如果我先生去北京发展 然后 就是会会感情破裂 然后婚姻就没有了 然后我就想问 是我的问题 还是 就是是我自身 比如说我去那边 会有什么问题 还是我先生的问题 然后我这样的话 我就会注意一下 多念经嘛 好了 一切随缘 只能这样 谁都可能发生问题的 嗯 刚刚一个 刚刚一个人不就这样 回北京嘛 好了 我跟他讲 叫他不要去呀 本来很好的 一去去了 之后我们两个人 现在离婚了呀 嗯 师父是看图腾跟我说 如果我跟着的话 就没说 如果我不跟着的话 就不让我 你说呀 你想一想 都想得出来了 一个男人自己在很远的地方 自己好好的获得一些幸福的话 就得不要给自己找麻烦 好了 吃苦 有时候很多人用这个苦难 想获得一个幸福 来制造另外一个痛苦 用这个痛苦 想把它弥补掉 又制造出另外一个痛苦 我讲这个话 你想想 有没有哲理 好了 师父讲的每句话都有哲理 好了 嗯 我知道了师父 师父 我梦见师父很瘦很瘦 师父 师父请您保重身体 现在是很瘦很瘦啊 现在 我有一次梦 就梦 梦见师父就头发都白了 然后 很憔悴的样子 我跟别人说 心理法门 别人说到底是正法 还是不正法 然后师父就出来了 然后特别特别瘦 然后很憔悴 辛苦啊 那个 可怜的 然后我记得那个人 整天被人家搞 整天被人家试试 今天上午清了又不开心 师父叫你们爱国爱民 叫你们不要恋财 真的 有些人就是不听话 师父伤心啊 不开心啊 哎 在破坏心灵把门啊 这些人真的是要下地狱的了 哎 你今天听一听 你好好的叫大家听听 今天前面有一个男士 他讲的 他讲的一些事情 他到地府了 看到他怎么样 看见邪淫的刑剧 还有看到 他到地府去的那些事情 这个人本身 也是有些 有些位置的 你听得懂吗 你叫他 你叫大家听听前面 今天的录音就知道了 好了 嗯 明白了 师父 好了好了 我想最后再问你一个 就是事情 就是因为我心里 一直有一个疙瘩 就是 嗯 因为我来澳洲 几年了嘛 嗯 然后呢 我在国内的时候呢 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 就是一个女孩啦 然后呢 我就帮他出国 然后 就是说 从头到尾 我一直都在帮他 然后 刚开始的时候呢 我还接他钱 当然他这个钱呢 我接了他两三年了 他也现在把钱 就是我也想了一个理由 他把钱还给我了 可是吧 就是说 钱他是还完了 然后 因为我们都认识 就是 好几年了嘛 然后朋友关系挺好的 可是吧 现在我帮完他了 然后他 好像生活上 也比较顺心了 那我们就没有联系了 我就感觉 就是周围所有的人 都跟我讲 他就说 他好像在利用你 还是怎么怎么样 然后我就觉得 哎 那么多年的朋友 然后现在就是心里 嗯 自己总是有一个疙瘩 觉得也不太 什么疙瘩 现在是你欠他的 嗯 你借了他多少钱 连本代息一起还了 是吧 拿了他利息了吧 还了 好了 心里过不去了 讲什么 有什么好讲的 找理由呢 人的毛病就是 自己明明不对了 心里有纠结了 还要找理由 有什么理由可以讲的 我告诉你 就是你在还的时候 或者跟他交朋友的时候 你有自己 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了 讲都不要讲的 听不懂啊 能懂了 你告诉你 你的纠结就是你欠他的 嗯 明白了吗 我有时候也是这么想 觉得我是上辈子欠他的 然后这辈子缓 缓完了 人家走了 没了 我告诉你 你呀 你呀 你人家利用你的 你利用人家也不少 自己心里最明白 这就是你的良心还有 所以你的良心现在 在发现呢 我告诉你 嗯 你跟人家讲没用的 我告诉你 就像很多人 在人家面前骂自己 离开的男人一样的 骂他怎么坏怎么坏 嘴巴里在骂 心里难过的 嗯 人家怎么对你的 你讲得出来吗 嗯 好了 自己好好去忏悔吧 我告诉你缘分没了就没了 只能念礼佛 嗯 去你好好念礼佛去吧 嗯 不要找任何理由 来唐塞 到了下面照样审判 只有好好的还债 明白了吗 这种事情我告诉你 台上见得多呢 用不着跑到我面前来讲的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好好地改毛病啊 自己欠人家了 还觉得人家欠你的呢 我错了 肯定错了 当时要钱的时候 啊 或者不如理不如法 啊 用的方法比较恶劣 或者怎么样 你就编了个瞎话 要不他骗了我三年 他都没还给我 但是你为什么要拿他利息啊 我没拿了两个利息 我他最后就多给了我 什么十块钱的利息 他没找他多业 他我也没找他要 我就说让他把钱还给我而已 然后他就说就 嗯 因为凑了个整数嘛 就多还了我十几块钱而已 也没有 你现在讲话最好讲真话 嗯 你要是讲讲话的话 我告诉你下面全知道 接下来你良心更受谴责 我告诉你 你少跟我讲 我都知道 你现在全部跟他一张讲话 要讲真话 我都你不要跟我讲 你告诉我 你又错了 再讲啊 你们这些小女孩 我告诉你 没个靠得住的 吹牛撒谎 你们现在比那些年纪大的人 不知道吃多少呢 在物语社会里边 有钱就是娘 有奶就是娘 好好干毛病啊 本质良心善良的东西都没了 听不懂啊 听得懂 师父我错了 你再去吹啊 你把它讲得再不好一点啊 你良心过得去吗 讲呀 不讲了 不讲了 够呛了 你是学校人的 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要用菩萨的境界来严格自欺 要求自己的 你像菩萨 借钱的 人家不帮你 你会借钱的 人家过去不对你好 你会借钱给他的 关系不好 你会借钱的 那关系怎么好的 当然你有恩于他了 或者人家有恩于你啊 讲什么 过去的事情不要讲 所以现在 还打最看不起的 把人家过去的 男人的女人的 过去的事情拿出来翻 不要讲 讲了就没素质 过去你们两个走在一起 现在不好了 那就是缘分没了 也用不着把人家过去 什么什么不好的讲出来 人家对你好的你怎么不讲啊 讲啊 男女交朋友不是一样道理啊 好好改毛病听得懂吗 听得懂 我告诉你 这个世界上 我告诉你 只有财产这么肯讲你们 讲有什么用啊 不是你 不是我弟子 我讲你 我还被你骂呢 你是我弟子 我才讲你的 要谦虚谨慎 要得饶人处且饶人 心中有 有任何的对不起别人 一定要化解 知道了 还要说人家不好 真的 嗯 知道了 丢死人的 记住一句话 嘴巴里讲人家不好的人 实际上就是 把自己的嘴巴里 把自己的脸上抹黑 为什么 当你讲人家不好的时候 实际上 你就是讲自己 因为人家知道 你这个人会讲别人不好 你一定会讲他不好 而且你这个人不是个好人 哎 我错了 现在知道什么叫境界了吗 知道了 知道了 你看台上 红阳伯法都现在 我讲过 哪一个法门好坏不了 嗯 对不对啊 你把你自己的医院开开好 你要救人好好救 你去讲人家医院好啊 干嘛 嗯 明白了吗 明白 树有根 水有缘 那个女孩子嘴巴里出来 要口吐莲花 嗯 不要口吐白沫 张天骂人家 哎呦 这个人不好 我对他也怎么样 他对我怎么这样呢 嗯 我的老公啊 我的妈妈 我的孩子 什么 他他他 这种人你说会好吗 讲都不要讲了 你们要学会看人呐 一个人面前在 所以很多人跑到台上面前 先说人家不好 我接下来马上就跟他说 你念经没有 你不念经的话 你先出去 我不要跟你讲话了 你嘴巴里 整天都是人家不好的话 我卢台上哪一天 你跟我见完面 出去一定骂我卢台上也不好的 我会见你的 我跟你有什么话好说 我有什么共同语言呐 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 以后不说了 再也不说了 这件事情就过去了 不说了 不说了 如果心中觉得很有困 好好给你 给自己念念礼佛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 那个小姑娘 小姑娘长得漂漂亮亮的 嘴巴里一出来 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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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喜欢的 你告诉我谁喜欢的 哎 讨厌的不得了 嗯 好了 我错了 好好念经啊 谢谢师父 哎 关一点啊 你们都像师父孩子一样 我告诉你 只有父亲才会这么严厉对孩子啊 我马路上的人 我谁去讲他们呢 很多人到现在还不懂 听了听录音说 台上怎么 啊 怎么怎么 在在讲弟子 怎么怎么 不是我的弟子 我会讲啊 我懂 我每次要是有什么事情的时候 给您打这个电话 我都能打通 你就像父亲一样 说我 然后 我真的很感 你知道吗 还有很多孩子 因为没有 从小没有父亲啊 跟着妈妈 所以突然之间 他像 冲出来个台长 像父亲一样 去关心他 去讲他 他突然之间会受不了的 因为他从小 没有父亲教育的嘛 嗯 你听得懂吗 他突然之间觉得 为什么讲我啊 你为什么盯着我啊 哎 我是你师父啊 我不盯着你盯谁啊 对 因为我们好 良心啊 良心懂不懂啊 没良心的 有些人 哎 真的没出息 太多人没出息了 师父我错了 我不让您再着急了 嗯 乖一点了 好了 嗯 就这样了 再见 再见 谢谢师父 嗯 等着在末尾本的记下 我就接点 嗯 再一点啊 快一点 师父在 那个有一位同修 他就是以前谈恋爱的时候 花了 花了对方太多的钱 但是现在分手了以后 对方又不要他的钱 就是用 来折磨他 那么可否通过 就是为对方放生 来还债呢 完全可以 放生 再给他 自己还要念礼佛 慢慢就可以还的 还给对方念小房子 如果花了他太多钱 心里一直觉得有芥蒂 分不开 就是写不开的话 就不停地给他放生啊 念经啊 小房子啊 时间长了就没了 他就不会折磨到他的 心灵就平静了 明白 明白了 当然师父 还有如果就是 一个人在世的时候 被某个异性 我喜欢了 但是两个人都没在一起了 那么等那个过世 过世了以后 他就会上这个人的身 那么我想知道 他们有什么资格 到这个人身上 是阎王爷批准了吗 一定是的 因为他们两个人 前世的缘分 今世没有续到 他而且在今世 他又伤害了他了 阎王老爷就会批准 他来搞他了 听得懂吗 所以说即使喜欢没有在一起 那么还是说 就是有现在的情况 那当然了 喜欢他 虽然没有在一起 那就说明 为什么会喜欢他 不就是个缘分吗 这个缘没有续 那么死了他也会报复 对呀 听不懂啊 所以如果人家来还你债 你哪怕给人家眼睛看一看 所以那些电影演员 那些做演员的 人家喜欢你的那些粉丝 你看一看 你就闯祸了 你就眼睛去勾一勾人家 让人家神魂颠倒了 你又欠了 人家死了 都会到阎王老爷那去告状了 说他喜欢我 他为什么不理我 听不懂啊 是上辈子的延续 师傅 那比如说有个明星 他有很多粉丝 为他神魂颠倒 那这些粉丝死了之后 师傅就会到他身上 会的呀 当然会了 那你想想看 他如果这个明星 如果做错很多事情 拉下去 那些人大家都去打他 你试试看 听不懂啊 明白了 明白了师傅 就是说 假设就是有人追求我们的时候 他要是给我们送 比如说送什么钱啊 送一些礼物啊 这样的情况 我们就骗他了 是吗 天堂不要看 送什么礼物啊 送一盒月饼也算欠的 卖几根油条给你也算欠的 傻姑娘 你要拿人家经首饰啦 拿人家很多钱啦 那才算欠呀 听不懂啊 不懂 送一张皮鞋算什么了 傻姑娘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以前听到过一个说法 说如果没有病 而去请病假 是非常不吉利的 而且请什么假 就得什么病 那么有没有什么方法 去求菩萨 可以找借口请病假 又没有这种副作用呢 找借口请病假 总是不好 人觉得不舒服 也是一个病 真的要请病假 也就是说人不舒服 不舒服说要去检查身体 那也不算撒谎嘛 对不对呀 那你说请病假 本身是撒谎的话 那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 我们学佛人怎么能做呢 你还要 师父 有时候 有时候为了做一些 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只能请病假 才能请得这么长呀 那就很简单了 那就跟他去讲了 家里有私事啊 不要请病假啦 请 私价也可以的嘛 大不了不要他的钱嘛 对不对啊 嗯 你想做事情 又想找 请病假不扣工资 那你本身就不如理不如法 听不懂啊 哦 好的 感恩师父 师父 有一位同修的丈夫 早年年期公的时候 修出一些神通 然后这个丈夫 就一直认为 自己的妻子 对自己不忠 还说看到了妻子 对看他的长脚 十几年来 对妻子的肉体和精神 进行折磨 虽然念经后 丈夫的脾气 有所好转 但是他始终认为 妻子做了对不起 他的事情 请教师父 他那个丈夫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是因为练气功以后 出现了幻觉 还是真的用神通看到了 他这种思维 有没有办法去改变呢 两种情况都存在 念了气功之后 他的确能看到一点东西 看到的是上辈子的事情 所以他以为是这辈子的事情 第二 他自己走火入魔了 他把上辈子的事情 他用在这辈子 他就是抄磨 听不懂啊 哦 明白 明白师父 那么师父 如果像这种修炼出神通来的人 或者是这种有通灵能力的人 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去鉴别 这个神通是鬼通或者仙通 还是神通的神通 讲都不要讲了 基本上99%都不是正通 好了 我只能跟你这么讲了 这么多 啊 开什么玩笑的 菩萨的大神通有几个啊 我不想多讲 嗯 师父 这次我们去马来西亚法会的时候 就是带着一个通灵人过去了 然后他是以前修炼器工的 然后有一天他就想试试那个 呃 师父的那个能力吧 然后就跟师父就想比试一样的 后来一下子就是被师父给团排了 最后就是整个人没盯他台的 然后他就终于服了师父了 然后说我要幻幻见礼佛大忏悔文 我早就跟你们讲过了 师父 自己在人间 你看我从来不炫耀的 有什么好炫耀的 我到法国去 还有人家很多人 跑过来 跟他当 啊 气场当中暗中鄙视呢 有什么好讲的了 对不对 自己终于跑过来 跟师父说对不起 我有些时候 我不想多讲 我不是靠这种东西活在世界上的 我是靠救人 明白吗 明白师父 能救人们就好 还比试比试呢 还武林高手呢 台长算什么高手啊 哎呀 我什么时候都没有 明白了吗 呃 我们知道师父的能力真的是很厉害 通过这件事情 我们就更加明白 师父是怎么回事了 不讲 还好一点 讲了被人家攻击 还不如不讲了 那你们讲 我不管 我自己从来不讲就可以了 不讲都要被人家讲 讲了更被人家讲 那所以最好就不要讲 呵呵呵呵 呵呵 呵呵 感恩师父 嗯 师父我的问题问完了 嗯 记住 有本事的人不讲的 没本事的人到处乱讲 听得懂了吗 嗯 明白了师父 好好努力啊 嗯 好 师父再见 嗯 再见 台长 嗨 你好 嗯 太长 我 嗯 我真的遇到困难了 太长 嗯 每个人 自己不修 果报 现前 就会 很难过了 很简单 自己不好好修 等到果来了 再求人家 有什么用啊 自己造音的时候 就要懂得 果会来的 都是 全部都是自己造的音 听得懂吗 我知道 我认识了自己的愿解 愿解 你现在说什么 有什么问题啊 讲啊 就是说 不要 缠着我 人家老缠着你 对 你自己欠人家 人家在缠着你的 你听得懂了吗 就是我 有一个很深 很深的愿解 很深的愿解了 好们也不要 好得太过分 吵们也不要 吵得太过分 现在被人家缠住了 你 跟人家 好的时候 花人家钱了没有啊 有 好了 这不叫愿解啊 但是我念头上 不懂事 这些是几个措施 做措施了 做措施会承担果报的 关在监狱里的人 全部都是做措施了 你以为他们不想改正啊 我告诉你 连机会都没有了 像你这种 现在在人间还有机会 我可以告诉你想想办法 还点钱给人家 然后念姐姐 做念心经 自己念礼佛 给那个 对方那个人 每天念欺骗心经 自己在念 消灾吉祥 我跟你讲的话 你都记下来没有啊 哦 我知道了 知道了 我告诉你啊 会出血光之灾的 你这个事情 已经出了 看见了吗 台长会看不出来的 自己要懂啊 我跟你说的 台长我已经念 这个微信息 我已经念小房子念了 就这样画得眼睫的小房子了 没用的 没用的 你现在每天要帮他念心经 自己也要念 还念姐姐奏 我每天都念 我记得趁两天做了 他会烧掉你的 跟你说 他身上有灵性 你敢离开他 他就宰了你 我告诉你 很多人要疯掉一样 你现在才知道啊 我告诉你 交到一个好朋友 交到一个坏朋友 都是你自己的命啊 要好好的懂啊 你听得懂吗 我知道了 知道了 我听到这个事情 就是说要 验人心经 然后验姐姐奏 对啊 而且最好到外面去住一段时间 听得懂吗 不要告诉你在哪里 到外面去住一段时间 把他淡化 给人家念钱 把这个事情 画画掉 然后念姐姐奏 多给他念心经 明白吗 那我现在要给他 先念些房子 用得着你念呢 你给他一二元 画画掉就好了 你还给他念了 你能念什么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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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二元 是吧 对啊 听得懂吗 我现在真的很 真的很担心 担心了 你担心 以后事情多呢 我就跟你讲了 先给自己 伸着你的小房子 刚才这边要说 就这样的害怕 害怕了 给关心 不知道好好 一颗颗头 好好念礼佛 每天念五遍礼佛 马上就不害怕了 他会改变主意的 五遍礼佛 跟普达讲 还有钱还得出不了 没有 没有 没有嘛 就圆解了呀 花人家的钱嘛 就是要欠人家的呀 欠人家的嘛 要好好地还 不还的话 你当然人家搞你呀 这种事情 讲都不要讲 我跟你讲话 你听得懂吗 你说什么 当然是 当然是别人害的 不管是不是别人害你 全部都是有因果 有因缘的 你听得懂吗 人家怎么不去害别人 害你呀 在人间中有个道理 你就摔一跤 台上看见是鬼 在拉他的脚 半脚 叫半脚鬼 他看不到 他说 哎我怎么搞的 我今天怎么走路会摔一脚的 他总会有道理的 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台上这个事情 现在在我心里有很大的因应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现在只有靠念经了 我靠念经 你去看精神病院都没有办法 看法 听得懂吗 这个事情怎么 怎么下去才能快别人 念经呀 念经 你不念经怎么行啊 没错 念 十六十一经给对方 十六十一经给对方 自己要念二十一遍 自己念二十一遍 礼佛 不要 礼佛念五遍 就是大悲众念二十一遍 哦 念姐姐做四十九遍 你姐做四十九遍 大悲众元是吧 像你这种人现在魂魄都不齐的 我告诉你 台上跟你讲话 要讲两遍的 你说你没有用的 你像这种 你现在再不把自己定下来的话 你要出事了 你出大事了 你就完蛋了 这个台上最正在哪间人家屁上 你知道了为什么好像不定下来啊 我知道你念经 你为什么不念啊 我再念 我自己念三遍 要给人家别的小房子 现在不要念小房子啊 赶快念自己啊 好的好的 念姐姐做 心经礼佛 哎 知道了 真的 害人者 必不定被人家害的 就看了 那我总是做 他就有错 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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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法你现在抓进去 在人间照样受苦啊 你以为飞到监狱里才受苦的 你这种精神被他的折磨 难道不是说受苦啊 天天那么怕生怕死啊 今天那么害怕 明天他来搞你 你这个不叫 活在恐惧当中啊 不就是恐怖吗 是的 是的 在我心脏里面有很大的意义 我根本就在去嘴 你在下去 我告诉你 你在下去就是神经病啊 真的 不被他弄成神经病 也变成神经病了 不知道 不知道 受害了之后 就不能受到 知道 知道 知道有什么用啊 要好好地改着 改毛病啊 在葡萄面前好好忏悔 你现在一天念几遍礼佛啊 现在感谢到你念一遍 你念一遍 够着啊 还能叫你念五遍 听到没有啊 知道了 不要那么被人家杀了 你才到时候找我 有什么用啊 少欠人家的 我跟你们讲了多少 所有学佛的人不要去欠人家的 欠人家的感情还感情 欠人家的钱还钱 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搞得清楚的你 好了好了 好好念 赵台长这么说的念 好 先化解恶元再说了 明白了吗 好 放放声 去放放声 放了放了很多很多 嗯 这么说要放吗 好了好了 财长 财长我帮我快吃饭了 听不见 听不见 财长我帮我快吃饭了 哎 好了好了 不讲了 不讲了 这样时间太多了 我话都听不清楚 像个鬼一样的 我跟你说 鬼身上在身上的 恐惧鬼呀 我跟你说 财长我说话 有几个灵性啊 给个赶快给自己身上念 一个 小小灵性呢 大灵性 大灵性 三十六张小房子啊 好的 好了好了 去念吧 嗯 谢谢再见 再见 再见 哎 再先跟大家讲 不要去欠人家的 欠人家的一定要还的 还你好 嗯 师傅 那个 想请您写一个梦 嗯 今天 今天早上 嗯 弟子做了一个梦 嗯 不知道是不是不是太好 嗯 我梦到就是 在黑天的情况下 然后我和另外一个 我以前的同学 坐在 一个露天的一个地方 好像在等着演节目 就是看演出 或者是看什么 仪式之类的 这个时候过来一尊大炮 两尊大炮 然后 呃 就是 倒是没有害怕 那个大炮的话 冲着我们 冲着我和我那个同学 就 好像是开炮了 但是 开炮的话 当时我吓了一跳 我们两个就离座位了 但是后来才 就是他 嗯 打出来之后才知道 他打出来的不是大炮 是那个 呃 是好像是音乐 放出来的是音乐 或者是 那种烟啊 或者是灯光一类的东西 然后 当时我和我同学就 笑着就 又回到了座位上 做好 然后这个时候 我就看到自己手里 好像拿着一座 手绢 那个手绢里的 好像里面兜着一些 好像是虫子 是活的 呃 然后数量可能有 一二百条那样的吧 然后我就觉得挺危险 然后我就想 就把它给放掉吧 然后我就把它放到地上 呃 这个手绢包到那些虫子 放到地上的时候 我还想 啊 我要有磁肥心 放的时候 我要 啊 慢点放 然后放到地上之后 我才发现 然后好多 呃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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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手绢虽然很小 但是里面包的 全是一些动物 好像最大个的是 两只肺肺那样的 嗯 然后其他都是小动物 最多的应该是虫子 就是类似于像什么蝎子 蜈蚣一类的 它们全是活的 然后放到地上以后 这些数量很多的 它们就朝着四面八方 连看都不看我 就是非常急速的 就朝着四面八方 都跑掉了 然后我还想 不要影响到别人 它们快点跑 不要影响到别人 然后一会儿功夫 可能就跑完了吧 数量很多 呃 然后那个 就是刚才我漏掉一点 就是在我放手绢 那些虫子放到地上之前 我是先看到 我好像裤管上 衣服上 好像有几个虫子 在那里爬 我还挺担心说 啊 进去 就是说 那个虫子 是不是已经进到 那个裤子里边了 我还挺害怕 所以我才把那个手绢 里边的那些虫子放掉的 嗯 然后这个梦 基本上就这样了 好了 这是什么梦啊 这是什么梦 这就是说明 你现在在消业障啊 身上有很多的业障啊 虫子就是不好的东西啊 听得懂吗 哦 而且台下告诉你 你仍要干净 是是是 我只我 我不能讲了很多 你应该自己知道 你的肉体也要干净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师傅 听得懂 不好啊 明白了吗 嗯 是的 我做错很多事情 对不起师傅 好了 嗯 嗯 师傅 我还想问一下 就是 呃 就是如果 我记得那个师傅上次 有一次在节目里面 给另外一个同修开设 他如果 想给家人 就是念一点 那个自修经文的那种 广生咒的话 呃 然后就是说 师傅 呃 这种情况的话 和每天功课里面 在给家人 念网上咒 哪一个 更好一些 念网上咒 这自己功课也要念 给家里也要念 念的时候 之前讲一讲就可以了 嗯 就是讲一下 就是啊 就按天常的祈求 就可以是吧 对 嗯 嗯 嗯 还有什么问题啊 嗯 嗯 嗯 再一个就是 师傅 如果以前 就是比方说 我们以前不懂 然后做错一些事情 对别人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然后如果想 呃 针对这件事情 忏悔的话 呃 我记得以前师傅 曾经开始过 需要针对 呃 给这个人念小房子 并且再忏悔 才能够把这个罪业削掉 是吗 对 那念礼佛 要真的忏悔 明白了吗 而且 那如果 而且我举个简单例子 叫自己要在念礼佛的时候 真的要挖出来 觉得自己当时很痛 自己做的真的要忏悔 觉得自己很对不起别人 举个简单例子 为什么有时候 吃的东西太难过了 偶夜偶不出来 你为什么要 硬把手指放在舌头这里 把它扣出来啊 就是把它呕光 你这位置 为你才舒服呢 听得懂了吗 是的 是的是的 感恩师傅 你不痛 那 不痛改不了 是的 是的是的 感恩师傅 嗯 好了 师傅我想请问一下 如果就是这个人 他现在一直是活着的 那么 呃 应该要给这个人 念书用多少张小房子呢 还是说有一个定数呢 还是说自己 既然活着 就给自己念礼佛 念了之后 送出小房子给他 就是还掉这个冤解 明白了吗 呃 在经之处要写这个人的要经者是吗 对 那这个张书的话 有没有什么定乱 比方说在感情上伤害过其他人 或者说 你要看的 你张书一直念 念到你已经慢慢的没感觉了 说明你还的差不多了 如果你念了21张 你还是觉得很痛 还是觉得 哎呀 我对不起他 那再念 念到慢慢的觉得 哎 哎 好了 这个事情好像 好像我不挂爱了 好了 那么就还完了 查姑娘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了 感恩师傅开始 啊 啊 啊 财长 我帮同学问一个问题 啊 呃 同学的婆婆呢 她就是不太相信 原来呢 就是不太相信 她对关系一块 可能说只有一半的相信 啊 对财长您呢 只有30%的相信 啊 那上次同学带她去那个 马来西亚泰国法会的时候 在法会线上 她不就看到您 呃 看到您就是 呃 那个就是 呃 那个 就 脸上全是金光 然后一会儿您的脸就变成 关系 不让的脸了 啊 她看见是吧 出马以后她婆婆就特别 哦 那好几个人 这个景象好几个人都看见了 嗯 对对 嗯 对 她看到就您 您那个您那个脸 然后就变成那个两面三 那叫什么三 三面菩萨 三面菩萨 您的身体变成就好几面 都是那关系一菩萨 哎 就是身体 身体就像人家 像四面佛一样的 嗯 哎 对对对 对就是这个词 啊 四面佛 然后然后回来以后呢 那她婆婆就坚信了 然后每天也是就很精进的念经啊 上香 然后她婆婆每天回来上香后就经常能看到关系 菩萨了 哎呀 那这个地方呢 我跟同学我们两个都不太想到通爱 因为我们感觉我跟我跟这个同学我们觉得我们都和婆婆就是精进多了 最后我们都没看到她婆婆一去法会就看到了 哎 哎 你这个是傻子不得了了 那很多人还说了盧裁长还没出家了 怎么会盧裁长法律这么厉害啊 那你知道我修了多少事啊 你知道你婆婆修了多少事啊 你这辈子很精进 你上辈子呢 明白了吗 傻姑娘了 你这不懂的 你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 你在单位里 哎呀我们在单位里 已经工作了几十年了这么努力 为什么他换一个领导带过来 他能做我们领导啊 那人家在那里吃了很多苦 人家经受很多的努力 人家在那个级别已经在这个位置上了 那你听不懂啊 哦哦哦哦 你的外婆 你的婆婆一定前世修得很好的 只不过精师开始没开悟 你们一点大大开悟了呀 但是你们两个呢 精师很努力 上辈子肯定不录他了 还听不懂啊 哦 对对对 是 我得全都应赏 那你为什么 你看看为什么 我上辈子的男人做了很多坏事 那肯定的 你想想看为什么有很多 要要要要要 要几百个法师 怎么 怎么 跟着台长学做我的学生啊 为什么 他们不是法师吗 那你知道台长 那好几个法师 看到台长前世是谁 他们全知道啊 他们看到了 他们才会拜的呀 你听得懂吗 对对 台长你刚才提到法师 对我要跟你反客一个信息 我们前两天 前两天去庙里拜访一个主持 因为这个主持也就是 他一看到就是咱们同学 不是去庙里发 发资料 发光盘 他一看到这个光盘 然后他就说 盧台长是政法 盧台长是大普大 他要拜您为师嘛 然后就脱谋 我们问怎么样 就是拜您为师 我们上 我们上礼拜就去庙里拜访了 就告诉他说 你可以拜台长为师 这个法师就特别高兴 他是一个庙里的主持嘛 然后他就说说 又是一岁了 他就说明年 即使我经济条件再困难 我一定要去相当法 会拜台长 你现在知道吗 现在是都是这样的 现在台长到 上次到台湾去弘法 对不对啊 去完之后 人家一个主持 就马上就要拜台长做老师啊 明白吗 所以我就跟你们讲了 这些都是缘分啊 傻姑娘了 你要是真的有本事的话 你应该看得出 你再听听今天这个节目 前面那个人看见台长是什么了 你知道这个老 就是你这个婆婆 都看得出台长是 跟官僧不知道在一起 你这还要讲吗 那婆婆会吹牛不得 是的 是的 这是前世的问题啊 这是不知道 修了多少事了 所以你跟你婆婆 都差得很远啊 你还嫉妒她呢 人家上辈子 人家修得很好 你上辈子一定做坏事 哈哈哈哈 是啊 原来是我上辈子的男人 做了很多坏事 他不是做女人来反战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台长我再问一个问题 我现在就遇到了一个特别郁闷的问题 就是说是 比如说我帮别人求 求都很灵 可是求自己的时候就不灵 这是为什么 那很简单 因为你的业障重 明白了吗 求自己会有业障阻碍 帮别人求 那是大慈大悲 所以你自己帮别人求的时候很灵 因为你的慈悲心会感动菩萨 不是你帮人家求的灵 是菩萨直接帮助人家加持了 求自己的时候呢 因为你身上的业障很重 所以菩萨也不给你加持 还听不懂啊 小气到这种人 连婆婆你都要记住 你这种人还会没业障啊 拿出去枪毙才对 这个不是我的婆婆 是同修的婆婆 我修的更不好 我到现在练个婆婆还没修到 这问题就在这里 嘴巴不要乱讲话 你就是话才说 连婚姻 我觉得都修心灵法门两年 到现在还是没有修到婚姻呢 你看啊 你就修好了 原来你修心灵法门 就是为了修个婚姻 你修的好的 修心灵法门是为了 能够出世法 能够在人间就成为菩萨 那才叫修心灵法门啊 修心灵法门就修了婆家 你这种人修的好的 这讲呀 可是师父 咱们现在不还有这个肉身吗 有时候在人世间 他还是需要一些 不要讲理由 不要讲理由 那是 那 那 那是修到后来自然来的东西 不是求来的 求来的是假的 自然来的才是真的 你听得懂吗 还有个肉身了 你坏就坏在你这个嘴巴上 你这个嘴巴不改的话 你会修的好的 永远找理由好了 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 师父 你在找理由呀 你还肉身了 等到你死的时候 跟阎王老爷去讲啊 阎王老爷 我没犯罪啊 人间大家都是这么做坏事啊 为什么你把我抓起来啊 我为什么要下地狱啊 你去讲呀 跟阎王老爷去辩论啊 好好修啦 修得太差劲了 境界太差了 一个人 有求必应 他是为众生有求必应 不是为自己 一个人真的懂了 把众生都求得好了 他自己当然会好了 你现在都没有为众生 就整天为自己 你会求得好的 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 听懂了 对这个地方 我觉得我这一段 就心态特别不好 就是因为上去呢 我就说我帮 我帮众生 因为我们 我们这个地方呢 就特别干旱嘛 好几个月没下雨了 然后我那天呢 就是9月初九那天呢 我就帮众生 帮众生求雨 结果第二天就下雨了 当时呢 这场雨下来的时候 我心里就特别 心态特别不好 就特别有了这种不平心心 你就说你看我帮别人求雨都能求到 求自己这个婚姻怎么就求不到 所以导致这个 哎呀真的是 而且我给告诉你求雨 你以为你求到的 还以为自己求到的 人家不当自卑的 是你求到的 嗯 你知道有多少人在求啊 你知道你们这个地区 有多少人在修心灵法门啊 那些人人家不求的 就你求到的 求到自己弄不到 还要心态不好 你这种人修得好心啊 好好改毛病啊 还以为自己啊 你怎么不讲啊 人家中到彩票的话 都不是你的钱吗 你心态气气就不好好了 给你打进电话 就扑上慈悲了 我告诉你 像你这种人 应该电话都打不通的 好好努力啊 对的 听得懂吗 好 没人管行啊 像你们这些学博人 佛子没人管行啊 要出事的 修行修得不好就出事 听得懂吗 对的 好了 是的 嗯 那师父再会 最后一个问题 就说是这个 因为就是我们就是 呃 起愿的时候 都是要用相应的功德去换 对吧 因为求一件事 想说的话 你肯定要有相应的功德 那么我就说 帮别人求的时候 你用的是用自己的功德 还是用人家的功德 帮人家求的时候 你自己会增加功德 而不是减少功德 哦 听都听不懂的 好的好的 我告诉你 你帮助别人 你是不是有功德了 你表面上是帮助别人 好像自己 好像是帮助人家 花出很多利益和什么 但是你说 你是不是得到人家的回报了 是不是有回向了 这还听不懂啊 是的 是的 哎 好吗 明白吗 明白 嗯 明白了 好 好了 谢谢 快一点啦 一辈子啊 这么这么辛苦啊 一辈子这么不顺利啊 还不知道为什么啊 只问耕耘 不问收获 那你才能得到收获 你种下去的果一定会长出来的 你真的就把土翻开来 看看它长大没有啊 明白了吗 好好努力了 我告诉你 你现在已经没人敢讲你 也没人肯讲你了 就这么个台长讲讲你啊 感恩台长了 喂你好 真的台长 你经常骂骂我们 我们才能改毛病的 现在知道了吧 不骂能改的 不骂会好的 我们小师傅为什么不犯错啊 因为爸爸妈妈天天骂我们 我们到起来自以为是了 毕业了 所以我们的感情才会吃苦头 我们的人生才会有这么多的波折 因为没有父母 母亲在边上这么讲我们了 我们也听不懂他们的话 也听不进他们的话了 现在有个台长给你们指 指到你们人生的方向 要好好珍惜啊 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 不能没有人管的 一个人不能没人管的 那师傅我这样问一下 就算是 比如说你做相应的事情 可以弥补这个 比如说你看 师傅你有时候 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人 小说就告诉我 你要多放声 因为这样可以改掉 他小气的毛病是吧 比如说一个人 就算是他以前 这个那个造口言 你就想他要多念 那像我就说 因为你如果看我 从这儿我上一辈子 就是做男人 就劝了很多这种感情在 风流在 那么我现在就能做 哪方面的功德 能相应的弥补这种业当呢 相应的功德啊 很简单 自律 眼睛不要乱看人 心中不要去想这些事情 就会在这方面有功德 听得懂吗 要戒 戒哪个方面 你就会得到哪方面 明白了吗 举个简单的例子 人家都在吃东西 你在边上不吃 一直拿个盆子 让人家先吃 人家肯定说 哎你过来 你先过来 你先过来 还听不懂啊 这叫戒 你上辈子做了这么多的情债 你这辈子只有多念心经 礼佛 才能还掉这些情债 听得懂吗 但是这种 是师傅 但是我觉得这种真的这种八十田中的热习哈 真的是很难去掉 你看要说这次生活中 我可能就一定做到您说的这样债 但是就是 我每次只要一求婚姻的话 保证业里有梦考 但是业里只要 这个梦考从来没有过过关 只要是梦考 就一定还会反 梦考都会犯这种感情上的错误了 这种八十田中的热习 怎么样才能去掉呢 什么去掉啊 就是靠你慢慢慢慢的 我问你 一缸的水 怎么能够把它洗得干净啊 不断的一缸水倒掉再洗 一缸水倒掉再洗 怎么才能洗干净 还听不懂啊 倒掉再洗倒掉再洗 就是说有一点杂念啊 把它去除 不能有任何杂念 心中永远要保存干念 正念 要保存干净 正念 听得懂吗 好了好了 好好把师父的话 好好地回想回想 好好听一听吧 哎呦我看你境界还差得很远的 好了好了 已经不容易了 已经不容易了 过去像你这种人谁敢讲你啊 讲你被你骂死了 现在师父讲你还会笑笑 已经笑了 笑笑已经算 师父很感谢你了 你不骂我 我已经很笑 很开心你了 师父你每次你骂我们 我们师父好高兴 好感恩的 我在刺你了 你想听到师父吗 呵呵呵呵 我在刺你了 听不懂啊 你一骂就帮我们宵夜 就帮我们改毛病 知道就好了 知道就好了 好了好了 我以前很多毛病 都是打通电话 你骂我就把这个毛病 我那次就那个嘴巴里 讲不好话的那个毛病 后来就是 你骂完我以后 我就再也不出发了 我第二次又打电话问你 哦就是你啊 我说师父一定把你这个 就是我骂 毛病又来了 已经把我这个大毒瘤 连根拔除了嘛 连根拔除少讲话 继续念 明白了吗 嗯 念到自己纯洁了 自然就会顺利了 明白了吗 好了好了 嗯 再见了再见了 那我师父好 最后一句话 师父我这个感情 在什么时候才能还完呢 没有什么能还完的 来了你就你就知道了 求到水到渠成 这句话还听不懂啊 嗯 明白了吗 那还在多长时间 那还在多长时间呢 好了不知道 靠你自己做功德努力的 好吧 嗯 好 好了再见再见了 嗯 干恩师父 干恩师父 嗯 再见啊 干恩师父 来 再见 有位师兄啊 有位师兄啊 在没有学佛的之前 哎呦 我我我我我太激动了 是不是 没关系 有有位师兄问哦 在没有学佛之前啊 欠了很多感情贷 或者还还有一些金钱贷 嗯 就是说现在是无礼偿还了 嗯 那师父 现在请你开心一下 怎么样去 感情贷 念礼佛 而且还要给对方念小房子 经济贷 也是念礼佛 再念小房子 但是经济贷 要还的时候 还要加一点金闻 明白了吗 还有加什么金闻师父 加如意宝人王陀罗尼 还要加功德宝山神咒 如意宝人王陀罗尼 功德宝山神咒 嗯 那么师父 我问一下 如果说 我们想这样的话 想一事修成可以吗 这样子如果精进学佛 度人 那现在就要像菩萨了 现在不能再不像菩萨 你想 你想做菩萨 一事修成 你就必须现在 在人间就跟菩萨一样 那么我问你 人间在菩萨 在人间会吵架吗 不会 会做坏事吗 不会 会度人吗 会 会吃素吗 有慈悲心吗 会 那你就照着菩萨这个样子做了 对不对啊 那 对 那师父这个乐障能消吗 要看你自己做了多少了 你做了多 那么就消得掉 做了少 那就消不掉 那如果说对方的话 对方已经放下了 或者说已经原谅了的话 这样子的话 对 本能来说 是不是业障 少一点还是 不一定的 这个东西消不掉的 对方不原谅 原谅你的 不一定代表你就没罪了 你知道在阿大利亚吧 我讲给你听好吧 那阿大利亚夫妻吵架 那么老公打了老婆了 对不对啊 那么警察来了 警察来了之后呢 老婆说 哎呀 你们不要把老公带走啊 我们是家里吵吵玩玩的 啊 我不起诉他 我不起诉他 警察说 这个事情已经不是你的事情了 因为他老婆是 澳大利亚法律 我们必须要起诉他 因为不是你起诉 我不起诉他问题 你作为一个受害人 而他是作为犯罪人 我们是警察 我们是政府自行官员 我们要起诉他 不是你老婆要起诉他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现在明白了吗 就是说对方原谅你的 但是天地 他有阴律 有天律 他照样要起诉你 你这个罪 已经在 照下天地之罪了 明白了吗 那师父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 一事修不成了 只能等下辈子再修了呢 你首先要信心啊 有信心嘛 就拼命的念经 拼命的 你自己也忏悔 下次再不犯 那照样有可能的呀 那有任何一个可能 你都不要放弃呀 你说 你说哎呀 我的功课反正不好 我就不想去考大学了 那你放弃了 对不对呀 你就准备留级了 还有一种人呢 虽然我功课不好 但是我要拼 我要努力 我要改掉 改掉自己过去偷懒的习惯 说不定要考上大学了呢 听得懂吗 听得懂 那师父在自己没有把握 能不能于事修成的情况下 当然是在很心静修行 忏悔度人的情况下 就是说能不能同时求菩萨 如果说不能于事修成的话 下辈子让我们能够再闻到佛法 你不能这么讲的 你不能这么讲的 你这样讲的话 你这样讲的话会掉下去的呀 你比方说你对今天的考试 我只要考到六十分就可以了 你说不定就考了四十几分 今天的考试 我一定要考一百分 说不定考了八十分 今天考试 我一定要考 对 我今天考八十分 你说不定六十分 所以你讲了 你说呀 我下次再转试 你肯定转试了 你没有这个要求啊 小姑娘听得懂吗 念头就是愿力呀 对呀 念头不就愿力吗 谢谢师父 师父 师父麻烦不再看一个七六年的龙 我自己 你看现在你没有灵像 要多少张小房子 七九年的 什么 七六年的龙 七六年的龙 对 我自己 你还不错 你现在学的还不错 很亮 感恩师父感恩 很亮 慢好慢好 很亮 我 我 我没有灵性 师父 你除了感情运有过波折之外 其他的呢 还算过得去 听得懂吗 是的 师父 您说的很对 是的 是这样的 你的命更当中 除了感情运不好 其他还可以的 咱师父 你好好努力吧 现在目前你要多念点心经 让自己心中多一点纯洁 多一点干净 明白吗 明白吗 明白 师父 我念的心怎么样呀 还可以 年轻 速度啊 什么都可以 你现在念经不错 你这个人过去 上辈子做过和尚的 我都看见了 嗯 哦 是吗 师父 穿一个 穿一个那个 那个 那个 和尚的那个 那个 袈裟 嗯 嗯 嗯 你自己呀 真的 怎么会变女人的 你自己想一想 一定是没修好啊 嗯 明白了吗 师父 我这辈子 我这辈子就从 比较 比较受气 挨打受气的 一直是这样过来的 从后来那个 接触佛法以后 生活整个算改变了 嗯 佛法真是救人 救人 婚恋 如果不是 就不好 我觉得这辈子 我肯定是要下地狱的 你自己知道 很多很多的措施 我就跟你说 你自己知道就好了 但是台长要告诉你 当你在渡人的时候 我可以告诉你 很多人要下地狱的罪 你知道靠什么 把这个罪能够消掉吗 你知道吗 我讲一个 我知道 我讲一个道理给你听听 你就明白了 为什么有 我们讲一个 先讲一个 不是 这不是是一个负能量的发展 来举个例子 比方说 啊 这个人 他想投胎 想成为一个正能量的 投胎 对不对啊 但是他在 对 他在做鬼 他靠什么 有的是正规的 靠修 靠自己修 还有的靠什么呢 靠去 拉人家找替死鬼 听得懂了吗 那么 那这是负能量的 那么我们按照正能量的来讲 当你有地狱之罪 这个人要下地狱的罪 那用什么方法可以 把自己操作地狱呢 那么很简单 就是你要度人 当你度人救人的时候 你就是等于 度了很多的人 这些人实际上 就是因为受到你的 救助之后 可以消掉你很多的业障 那你就成为一个正能量体 然后呢 你就可以操脱在地狱的罪 实际上 要操脱地狱的罪 非常不容易 一般的做点好事啊 不失不失啊 或者去怎么样啊 去行点善啊 接点德呀 全部都是人天福报 没有用的 唯一的一个方法 就是要靠度人 度人的积累 他真的可以超脱六道 真的可以 让他脱离地狱之罪 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 师父 感恩您 太感恩了 你知道我今天 见你这个石油 跟这么一讲 你知道你有有多少功德 你知道吗 这个是台 这个是台长 这个台长从来 还在广播里 没讲过 也没对别人讲过的 今天因为你问了 所以台长讲出来了 那么你让这么多的人都受益 更多的度人 来消掉自己地狱的罪 因为有很多人都知道 自己以后这辈子要下去的 要下地狱的罪 所以靠什么能够解脱呢 那么拼命去度人吧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了 听得懂了 关心这话特别特别 师父 祝您生日快乐 谢谢 您一定要保住身体 师父 谢谢 喂 台长你好 你好 台长我想跟你问你一下 我女儿呢 她今年是 躲那个大学 就是明年冰冰 她现在就谈恋爱 这个恋爱呢 她自己知道 这个男生跟她是不好 但是就说 那个男生她是每次在一起 就是好像她多岁数进去了 她明知道这个关系是不好的 她想放弃 但是放弃了又舍不得 她现在就泛魂 她就说她希望台上骂她几句 她才能清醒过来 她怎么说都说 好像都没用 她说只有台上骂她 她才知道 所以难怪 所以很多人要 要台上骂她 因为每一次 实际上你们我懂的 实际上 讲她就是给她加持 你听得懂吗 台长讲她的话 她会觉得很舒服的 我不去讲她的话 她不舒服 你不懂的 就像父母亲 讲了孩子之后 我举个简单例子 孩子做错事情了 不知道爸爸妈妈要对她 什么惩罚的 爸爸妈妈骂她几句 骂完了不就事就没了 她马上一下就舒服了吗 听得懂吗 道理都是一样的 明白了吗 但是台长现在 没这个条件骂她 所以呢 这个叫她 你帮她多念念心经就好了 哦 她自己也在念 嗯 她一起做了好多的同学了 是吧 她就在这个事情上 她就放不下 她就对台长骂她 才能清醒过来 放不下 这种问题就是着魔呀 叫心魔你听得懂吗 嗯 心心里着魔了你不明白啊 嗯 心里着魔的人就是说 什么 什么叫叫叫叫 颠倒妄想 听得懂吗 嗯 颠倒妄想什么 把正的事情看成反的 把反的事情看成正的 明白吗 嗯 就是说明明这个事情 不能再这么延续下去了 她看成没有办法 我放不掉 哎 她对的地方都很清楚 脑子很清爽 就这个事情上 嗯 就是 这也是前世元节啊 叫她要加紧念 姐姐奏和心经 还有自己要念 礼服大胜悔文 嗯 她还有呢 她就是说 礼服大胜悔文 还有她小房子念了好多 她那 这两天她跟我说 她说 妈妈 我上课的时候会看到 呃 蓝音音的影子 有个什么小孩 抱着她老师的腿 她吓了一跳 哦 是吧 哎 哦 好 那很简单了 那说明她老师又打过胎了 哦 说明她是 她是偶见 偶见就是偶然的去看见 并没关系的 哦 啊 就是人家说 像这种的人的一种 一刹那的时候 实际上也是一种通灵 哦 只不过她的通灵跟台上不一样 台上可以一直延续 她就说 一刹那的 一过就没了 嗯 明白了吗 嗯 她是不是要多念大悲咒啊 大悲咒 心经 呃 礼佛都要念 还姐姐咒 哦 她都念 她都念好多遍了 嗯 要多念 不行了 这个念原来起来 我告诉你 如火山爆发 台上跟徒弟 开歌的时候讲到 就是念原来的时候 像火山一样跟着你啊 嗯 火山爆发 你想想多厉害啊 嗯 你单单念几遍经就够了 要毁灭了 嗯 明白了吗 嗯 那还有就是我单位有个同事 小伙子啊 也是S几岁的 他爱上一个有夫之夫 他就说 就说这个女的呢 已经结婚了 但是她说她 她的心就是为这个女的开 任何女孩在她面前 她都动不了心 她也在犯困 哎 是啊 嗯 这前世的缘分啊 这种你以为 这种你以为是 是金氏的 这个这个就前世欠她的 她一定要嫁给她 一定要娶她 就你结婚我也要 你孩子我也要 就这么道理啊 这是缘分啊 这种缘分是前世延续下来的 嗯 明白了吗 那也是念你不大常会用小伙子 对啊 小伙子 这种事情没有办法的 这种缘分都延续很长时间了 哎呦 我都周围 好像这种事太多了 你都周围了 你去报纸上看看更多 呵呵呵 有什么办法 嗯 这个就是缘分 你看看好了 你到家庭条件所去看看 那还不得了呢 家里哪一家不吵架 哪一家不打架 哪一家没矛盾 你告诉我 现在末法时机到了报应期了 家家都在报应 听得懂了吗 是的 是的 嗯 哪有啊 哪有一个 哪有一个几个好男人 哪有几个好女人啊 你告诉我 嗯 哎 讲都不要讲了 那他们都要多念心经哦 对啊 末法时机就举个简单例子 这个果已经寄出来了 对不对啊 嗯 现在是有果了 因果因果 前几世间的因 这辈子有果了 你想想看来果的时候 你又不想看到它了 就像你家里种了一个苦瓜 到时候苦瓜越长越大的时候 你说我不要你长出来行吗 嗯 你想把这个苦瓜根拔掉 你拔得掉吗 嗯 明白了吗 在这底下很多时间了 你把这个苦瓜拆一拆掉 它慢慢又长出来了 嗯 这叫根里兰 听得懂吗 学佛不是一天两天的 要好好研究了 你听得懂吗 嗯 嗯 要彻底明白这些道理 你才会转化 嗯 好不好 嗯 那我一提最主要是 他们天天见面 讨厌了 割不掉好像 当然割不掉 很难割的 嗯 只能到了一定的时候再说了 嗯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好了好了 哎呀 谢谢台长 好好好 多念经坚持最要紧 啊 好的坚持 好好好 再见再见 哦 再见 嗯 师父 同修他做梦 他梦到在过一条路 中间有一段路 这段路像深谷一样的 只能通过一条很长的布绳过去 然后同修很费力的向上爬 等他快爬上去的时候 从上面下来两位男性 等这位两位男性走 走后呢 同修差一点就上去了 然后就在这个时 这个布绳子掉下来了 在掉的过程中 同修就下醒了 请问师傅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呀 什么意思 很简单啊 就是他有阻碍呀 他的命更当中 还有两个男的会阻碍他 实际上这个男的阻碍他 可能就是他感情出问题呀 听不懂啊 哦 还有两道官 他就爬到山上了 再还不懂啊 有两个男的他肯定喜欢了 心动了 所以修心当中有时候要 自己要放下的 啊 修心来的啊 你在修心当中你还要动 写脑子 还要去续自己的缘分 那你就别修了 听不懂啊 哦 那他这个需要念小房子吗 姐姐就呀 给对方 给自己念念小房子 念念姐姐就都可以的呀 哦 那他这两个人他是不认识的 就是念姐姐就都翻译的念就行了 是吧 不认识的 不认识以后就认识了 茶姑娘 来到你身边又认识了 你过去认识谁呀 你生出来的时候认识谁呀 听得懂吗 就是感恩师父 听懂吗 感恩师父开始 还有蔡长 你应该帮我解个梦吗 快点了 没时间了 已经过时了 好好好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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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说有一次 就是那个佛的 那个胸前 不是有一个记号吗 嗯 就说有一次我梦见 我的额头的正中间 有一个就是 不算就是 那个那个记号 就在我的额头正中间 那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很好啊 就是这个就是 你已经有佛的基础了 这个说明你已经 把佛的印印到心中了 叫佛印了 哦 这个都不懂啊 否则的话 师父怎么会到你 梦里老来加持你啊 你要是没这个东西 不是佛 佛过去身中 你学佛 学着生的话 你会有今天啊 你今天到了这个境界 你还不知道 你以为这辈子不修啊 你要修的话 你会这么苦的 你年轻的时候 很多机会啊 你都没有弄好啊 你也是感情问题 你听得懂吗 我知道台长 你知道了 女人在这方面 如果稍微不留神的话 我告诉你 运气都会没了 男人女人都一样 在感情上 处理的不好的话 过多的重欲 过多的在这方面 去动脑筋 很快的就倒霉了 你听得懂吗 我知道 我知道 我这几个月 也是在听台长的 那个录音 你跟我记住了 你看看多少人啊 不是就是因为 女人出事的 哎呦 我知道 好了 嗯 好好好 嗯 那就这样了 没时间了 我们著名节目 就出来了 你让白天自己 要开讲 好的好的 还有问一下 就是我们不是念 你平时就是 白话国法里面讲到 就是平时 小错误的话 可以就是念七博 然后如果是犯了大错误的话 要念礼佛 忏悔嘛 那念礼佛的时候 是有祈求跟菩萨说 就是要就是帮助忏悔 自己所造的 就是灭造嘛 那七博的话 是不用祈求吗 就是 一样 都要讲的 都要讲的 都要讲的是吧 都要讲的 那如果是七博的话 比如说我今天 知道我自己 因为 比如说跟同事吃饭 然后我跟他讲 我不舒服 我不去 那其实这个是小谎的话 那念七博的时候 我直接把这件事情 说完以后 再跟菩萨说一下 然后念七博嘛 嗯 要讲的 就是说请菩萨保佑我 就保佑原谅我 我讲错话了 就看你 好的好的 师傅 我想问一下 就是我那个 就前一阵子嘛 在那个 给妈妈念心经的时候 然后念完以后睡着了 后来就是在梦里面 好像就是感觉自己 爬不下来了 然后就突然之间 那次因为 我不是第一次被 就是好像 那个灵性压了嘛 然后这一次的时候 我就那个时候 叫了一车 就是菩萨 观星菩萨 然后我就看到一张 好大的观星菩萨脸哦 然后过了一会儿 就是那个菩萨脸就没有了 后来就看到一个和尚 那个和尚 就是他穿着袈裟 然后在那种 像古代的那种 长廊里面走嘛 但那个长廊就好像是 就是 那种古代的 不像我们现在那种 然后那个和尚穿着袈裟 然后感觉应该是蛮年轻的 因为他的胡子是黑色的 嗯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什么意思 这就是你了 有一辈子做和尚了 哎呀 哎呀 哦 所以自己修了 所以这辈子修了 应该你 这般 所以你现在就好 应该说有点福德的 所以你不会穷的 也不会很苦的 听得懂吗 嗯 嗯 嗯 什么声音又没了啦 这种烂电话公司 真的是 一天都听不见你声音啊 哦 明白了吗 然后 然后师父 我那次就是在去年 跟你打完电话 我看图层嘛 然后那个图层打完电话以后 那个过了两个月 我就去普陀山嘛 那次在普陀山的时候 就是第二天 第二天早上的时候 就是我们几个人分开 在地方 就是坐在那里念经嘛 我在对着天空念 往生咒的时候 突然之间那个 心里冒出来一句话 就是 哈尔快点回来吧 我不知道是不是 菩萨跟我讲的 嗯 是真的 哦 是菩萨跟我讲的 对了 那说明你 说明你也算成愿再来了 麻烦了 好 说明你修的不好啊 你修的不好 你就要早回去的 听得懂吗 哦 哦 哦 就是 所以我也不知道 因为那天突然之间 在念往生咒 然后对着天空念的时候 突然心里有一句这样的话 嗯 这个就是 跟你说 已经有人叫你回去了 你要是在 不在人间救人的话 我可以告诉你 你到哪一天 有个节的时候 你就回去啊 听不懂啊 哦 这样的是吧 嗯 师傅 我那个叫什么 以前小时候受报很厉害的 就是 经常有车祸啊 然后就是被禁运走趟啊 然后这样 但是都没有事 他们说就是 那个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吗 我想 我现在后来修了以后 才明白 应该是菩萨 就是那个时候 就已经在保佑我了 是吧 保佑你 让你在人间 好啊 好啊 现在才是 现在赶快要救人啊 你在不救人的话 真的会被收走的 我不骗你的 哦 哦 我有努力的在助人 你有努力的助人 你也在努力的做错 过去做错很多事情 还听不懂啊 我知道 我知道 你自己做错 做错很多事情 还不知道 还要台上讲啊 我知道的 我不是吓你的 我都看见的 感情问题上 你做错很多事情 不知道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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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现在就是 年轻上一直不好 就是 到现在也没有 所以就告诉你了 年轻的时候 不当心这种事情 我可以告诉你 伤到很伤起的 非常厉害的 很多人的 道很就这么伤掉的 明白了吗 哦 哇 那师傅 我那个叫什么 还有个问题 就是我一直在纳闷当中 因为就是 那个时候上香嘛 在家里给菩萨上香 还有就是 呃 在梦里有一次 就是我记那个 弟子拜师 那个圣殿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是 也有梦见你嘛 然后您 您跟您在梦里 跟一个男的说话 然后旁边突然 直接出现了一个小佛 那那个佛的话 他上班生是佛的样子 他手合十 然后脸很庄严的 但是他下半身 是那种十度的样子 我不明白 这个是 这很简单啦 就是 很多菩萨 本来就是 因为是雕塑的嘛 明白了吗 雕塑的 但是他的魂波动了 他真的动了 他跟你讲话 他跳出 跳出这个雕塑 所以你会看到 他的身体都在动 是真的 但是他的下半身呢 他没有出来 明白了吗 哦 就这么简单 这个意思 那我那个上山时候 就是包括在 那个普陀山 我那个时候 就是在南海观音 那个时候 我看见 就是观世音菩萨嘛 那个时候我不懂 就看到观世音菩萨 那个时候 我就明显感到 菩萨在哭的 然后他左边 那个脸旁 这里还有一滴泪的 后来后来 我就是 我怕 就是自己不好嘛 我想师父自己不好 然后看到菩萨是哭的 我就没讲 后来就跟菩萨 就是无求的 在那里念大悲哨 然后给师父念嘛 然后给师父念的 大悲哨第一句 然后就自己 就控制不住 眼泪流下来了嘛 然后看到那个 观世音菩萨 就是在那里变了 变成佛的样子 然后我就感觉 观世音菩萨是男的 不是你的 是什么意思 然后在家里也是 看见好几次观世音菩萨 都是那种佛的样子 然后我也感觉 那个样子好熟悉 哪里看到过 但是就不记得了 你啊 我告诉你啊 你啊 你要在不清台长的话 你真的惨了 告诉你 首先告诉你 观世音菩萨就是佛 实地菩萨就是佛 观世音菩萨本身 在天上就是佛 正法名如来 而且观世音菩萨 本来就是男生 他为什么到人间来吃苦啊 他为了变了一个女生 让大家更能够接近他 因为 因为女生更容易 得到慈悲的感受 这听不懂啊 观世音菩萨本来就是男的 你为什么感觉 因为你是跟观世音菩萨在一起 是天上的菩萨 所以你到人间来度人的 你看你现在度的了个乱七八糟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 你要是这辈子再修不成的话 你别回去啊 所以菩萨要叫你早点回去 就是这个道理 听得懂了吗 你自己享受太多 你自己享受在人间享受太多 听不懂啊 听得懂 哎呦还要享受呢 看什么玩意 我告诉你 你回不去就惨了 哎 很多人像你这种情况的 莫巴士基 早就说了 有很多菩萨下来救人 个个都是怀着满腔 热情 成愿再来 到了人间来 被那种名利 名文立扬 被那种各种各样的这种 吃喝玩乐 全部会自己拉住自己 全部会迷失佛性 根本回不去的 听不懂啊 明白了 师傅 我可以好好做的 好好努力 师傅 我那个在 那个23号那天 在世的时候嘛 然后因为我们在第一场 然后师傅也什么 也没有跟我们讲 然后我就就是 在心里在想 师傅怎么没跟我讲两句 然后我抬头师傅 我看见师傅在看着我 然后看了两眼 然后就点脸头 就走了嘛 师傅有什么话要跟我讲啊 有什么话跟你们讲 叫你们好好的修 你的话讲了 你自己看得到你是 菩萨再来 不是点点头 是摇摇头 再不好好修的话 回都回不去了 把你们送回天上 莲花都种好了 就给你们回家的一个路 自己要在人间 好好做人了 明白了吗 你不是亲眼看见台上 台上这个身上的那个光吗 不是亲眼看见了吗 对的 那我亲眼的时候都没有看见 但是我就是睁开眼睛 然后看见师傅在那里 开始的时候 哇塞 那个金光好亮啊 就是那种黄颜色的 然后整个一圈 我开始因为那个背景的 山水画那个黄色的 后来我就看见师傅 因为在说的时候在走动嘛 然后那个光是跟着师傅一起走的 所以我确认这个是师傅身上的光 知道就好 好好努力啊 好的好的 师傅我没什么问题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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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多保重身体了 不要迷失方向了 回不去的话 以后连师傅都见不到了 听得懂了吗 好的 我请你跟师傅回家 再见 再见 好 师傅再见 好 我知道了 还有师傅啊 说这好玩的事情 应该因为刚开始做节目 我说您说了嘛 然后我就在好几年以前 我就发现 只要有男生靠近我 我就会倒霉 那就说明你天上来的 说明你很干净 真的 然后我就从前以后 然后我就 因为我很敏感 我都会发现嘛 然后我就 拒绝难色 然后我就不倒霉了 那就是 那就说明你这个人 本身就是不能静色的 因为静色的话 实际上因为有些人 到人家来很干净 他的目的并不是来吃喝玩乐的 他是来度人救人的 明白吗 没什么 不说 昨天晚上做梦也是 然后因为老是在做梦走 会有人来找我 叫朋友 然后昨天也有一个 然后我做好吧 我先走 然后真的就看了一幕电影一样的 就好像看见 就是有一句话 就是说有缘无分的那种 然后我就说 你也看见 我们是有缘无分 所以就结束吧 就说明你很会把人家回断 动不动就把人家白白 对对对啊 经常是的 从来没过 一般都不会过一两个月的 哎呦 那你就是 那你就 那你就是 就是烈女 不是烈女 不是不是不是 反正就是觉得好像过了两个月以后 就不知道自己就会是回身 浑身不舒服了 啊 好像不舒服 我们多洗澡了 然后不舒服 然后就拜拜了咯 拜拜就拜拜了 就拜拜 然后所以最近十几年以后就一直 一个人过 就是然后就觉得非常好 那 很顺利 这个在这个世界上 这个是自由的 啊 每个人选择都是自由的 对对对对 对对对 没有人来 没有人来扑许你的 对对 因为我自己有切身体会 我知道 然后有一段时间会有什么能接近我 然后我就发现 而且我怎么又倒霉了 然后我就发现这么一回事 然后我就慢慢慢慢自己总结错了 然后我就知道 我只要能靠近我 我就会倒霉了 麻烦了 所以没 那现在就好了嘛 现在现在后来跟你念经以后 就懂很多事情了嘛 原来以前不懂嘛 这就是说明你 你本身自己比较干净 所以男色进不了 应该也是有这个可能 因为我是一个现实报的人嘛 那谢谢师傅 谢谢您 然后师傅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说如果某一天 比方说我今天或突然之间想起我曾经曾经做过的一件事情 或说过的一句话 我自己觉得很羞愧 我自己知道我说错了 那就是在提醒我要为这件事情念礼服了 是不是 对了对了 行 我知道了 好 谢谢师傅 再见 再见 想想 还什么事 师傅 有一位同修梦到一位法师 他感觉这位法师就是师傅 然后法师一直在往前走 他就跟着法师的后面跑 跑了一会儿 法师挺下来转过头 他看见法师变成了发的光的观世音菩萨 对他说 你不要跟我跑了 你现在还不能跟我走 你说你现在还要帮助你老公 再过十年我来带你 然后同修问他的儿子是不是也是牵上来的 菩萨说你知道就行了 说完这话呢 菩萨又变成了法师的模样 他们看见这个法师像师傅对不对了 对 他说那个笑容就跟师傅的笑一样的 好了 但是是个法师 法师的 师傅做了多少年法师你知道吗 多少辈子啊 我告诉你了 师傅不知道修了多少事了 你以为靠这辈子啊 这辈子师傅跟你说 真的水平不高 跟人家正规的佛学院出来的人差远了 师傅还要好好努力学呢 也不是靠着 还要靠着多少辈子的根基啊 听得懂了吗 请师傅给这位同修开示一下这个梦 师傅给这个同修开示一下这个梦 我讲给你听 这个人修了还不是太好 这个人修了还不是太好 还要带着他老公一起修 他家里的孩子一定是菩萨来的 之前他做梦梦到过 师傅也开示过 他的孩子是呼法菩萨再来的 好嘞 呼法菩萨再来 他跟着师傅嘛 他就是说这个至少唯一说明一点 这个女的哪一辈子是师傅的弟子 师傅在做法事的时候 她是跟着师傅的信徒 听不懂啊 嗯 好了 所以这辈子大家在那有缘在一起 他跟着带他修心灵法门呀 这个还不懂啊 那师傅您说那个菩萨说 再过十年再来带他 是不是因为这个同修修的不好 真的要带他啊 十年嘛差不多了 他现在几岁了 现在也就是四十岁 哎呦 这种人是夜功耗聋 带他走嘴巴里要跟着菩萨走 等到真的菩萨说要带他走了 他又怕死了 哈哈哈哈 留恋人间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师傅这位这位同修修的 他的根基是很深 但是他修的又不精进 然后呢 也是请师傅为他开示几句 有什么好开示的 自修自得 不精进的人 那么就掉下去 就像每一个人都在爬山 对不对啊 嗯 每个人都在爬山 一句话很简单 如果你爬山 爬不到山顶 你不停的在往后看 你很快就掉下去 就这么简单了 嗯 明白了吗 早安师傅 早安师傅开始 师傅 嗯 最近我们 最近又有一位同修 把母亲抄得到了 西方极乐世界 哦 应该是呢 是有一位师兄 弄到他的母亲 在极乐世界 后来我们去访会的时候 找您看图像 说他的母亲 确实在极乐世界 这位同修呢 最近做了一个梦 梦情好像要举行一场法会 这个时候有人说 你赶紧去法会园场 法会好像是在南极开的 会场已经 会场的人多到 已经做到十一排了 这位同修和他的女儿 以及这位极乐世界的母亲 还有另一位同修 在一起开几部车去了法座 这个时候还有同修想搭车 但是车里没地方了 从就心里想 母亲现在已经在西方极乐世界了 我们还怎么上 就上南极开法会呢 然后请师父开示一下 这位母亲在西方极乐世界是 还需要找房子呢 还是有其他别的意思 很简单 因为母亲刚刚到西方极乐世界 她生系众生 就是说她刚刚上去的时候 她还可以用她自己的意念 可以来下来帮助 或者护法 听得懂吗 但是这只是暂时的 一次两次性的 但是菩萨成员再来 那是一世在人间 现在明白了吗 那就是说师父 就是说她是 就是那个 挂念家里的人 那她是一个意念到了 家里人就能梦见她呢 还是看家里的 对啊 一个意念到了 家里就能梦到她 她根本用不到家里 她的意念到了 她能够想到了 她让家里人会感受到 因为她在天上的磁场特别大 你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 如果 那我们学习 现成法门的人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以后 如果成了菩萨 但是果味都不一样 有山中下之分 那么我想知道 如果这些菩萨 想要修成佛道 这些小菩萨 是不是必须要通过 再承认再来 到人间救救生 她最后才能形成佛果呢 好几种 如果到人间来 承认再来 那么都是大菩萨 明白了吗 一般的小菩萨 那在天上慢慢修 他也能修上去 但是要靠时间的 明白了吗 这个就是举到男的 举个简单的意思 一个是好好读书 一阶一阶一阶 往上爬 往上考 对不对啊 还有的一种 一下子 我学了很多很多知识 我吃苦 然后我突然之间 直接去考一个最高的学位 你考上了 就是成佛了 听得懂吗 明白了师傅 很多小菩萨 大家就是到了上面 看到人间太苦了 所以 做不做就下来救人 对了 但是下来救人冒风险 他就回不上去了 所以到一个大菩萨 到人间来的时候 会有很多小菩萨 跟他一起下来救人 但是有些小菩萨 下来救人 最后没有悟到 最后没有 在对人间那些吃喝玩乐 那种欲望所驱使 然后接下来他就 他就上不去了 上不去 他就完蛋了 白秀了 那就是希望大家以后 到天上以后 一定要先稳固好自己的根基 再下来救人 跟现在人间一样的呀 现在念小房子 你没有很好的功课 做基础的话 你小房子念出来 这个质量不好的呀 所以救不了人的呀 道理是一模一样的 明白 师傅您刚才说 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他一个意念一道 就给人家梦见了 但我突然想到 你看杀一只蚂蚁 他只要一遍往生咒 就可以了 杀一只牛呢 他需要念 从八遍往生咒 因为牛的灵性和能量 都比蚂蚁大很多 那么一只猪生了春风鲜 他比一只蚂蚁生春风鲜 业障要大的很多 那么我们修行人的话 灵性和能量比不修行的人要大 那么师傅越有能量的修行人 他如果动了不好的意念 产生的月照和火爆就越大呢 对了 非常大 你这句话 你现在又多出来一个 又又又又出来一个舒服量了 也是很用心的 你问的这些问题是动过脑筋的 我可以告诉你 一个人修的能量越大 乎下关心的越厉害 所以你只要做一点点坏事 法上 菩萨 天上都会知道 就像一个人 你已经受到领导的重视了 你是总经理了 你说 你能随随便问都换脑筋吗 你只能做好事啊 你下面一个群众 你做点坏事 那领导不一定知道啊 你懂了吗 嗯 慢了 现在我就是越来越觉得修行难了 越是修到后来 一个意念错了都不行 就是有能量的人 他动一个意念 火爆就越大了呀 对呀 所以 不能乱动念头 所以 修行修到初期的时候 那么是行动要修行修的好一点 就是不要去做坏事啦 不要去打人啦 不要做 偷鸡摸狗 做坏事啊 这个行为上 那么修到最后好一点呢 那么就是嘴巴上语言上 嘴巴不能骂人 嘴巴不能说一下坏话 那么 这个 这个是生口意 意是最难的 修到越高 那么意念不能动坏脑筋 那是最难的 因为意念 就是 嘴巴里不讲话 心里在想 我恨死你了 我这个恨不能把你杀了 你这句话 这个意念一起 你又是犯罪了 你听得懂了吗 我问师傅 师傅 我就突然讲起来 以前 有些经文年 你不让我们念 现在我就明白了 这些经文有的 确实很好 能量也很大 那么可能就是因为 我们在家之间 反倒比较多 境界也不够 不驾驭不了 这种能量 他就是因为 念这些经文能量大 他如果犯同样的错误的话 就会造成非常非常大的意义 对啊 这就是师傅 师傅 有些话不能给你们讲明 其实是爱护你们 很多人说 师傅啊 这个经文很好的 能量很大 你敢念吗 你念了之后 你跟诸家人不一样的 人家天天在那里 咋念少啊 你真的在家里啊 你还吃荤的呢 你知道这个报应 大起来的时候 有时候比你 所得到的 益处还要多啊 所以一下子 一个报应 你就完蛋了 结束了 听得懂吗 明白了师傅 师傅 你看像我身边有几个同胸呢 他过去是 都是做过法师的 或者是 稀微很高的修行人 但是其实有一个 共同的特点 就是感情运 特别差 有现在桃花泛滥 现在一个异性 和一阵子呢 很快就不喜欢人家了 没感觉了 就是 一个感情很快就行了 以前问过台长 说是感情在片子太多了 这种情况我分析一下 不知道对不对 如果不对的话 挺实际的指账一下 他会不会是因为 全身是修行人 他虽然没有 男女方面的事情 但是 当他看到这个意境的时候 觉得 动了一下心 觉得这个意境 挺好看的 那当时 可能只是想着你家的 但是因为太有能量 而且他倒阴了 所以他这么一个 小小的异想 最后就 缓缓成这一辈 一个很严重的果报 有这种情况吗 有 就是说有些人 他可能是半路出家 但还没有出家之前 他的 他的脑子里 或者他的身体行为上 已经有这种 淫荡的行为了 他做过了 那么这个东西 这辈子也会受报 还有一种呢 就是你虽然出了家了 但是你脑子里有意淫 听得懂吗 一年当中 如果有淫荡的事情 接下来这个受报 那么 也会在今世受报 明白了吗 那里有相思之苦啊 明白了吗 明白师父 所以我觉得这个 意念造业 真的很可怕 就有时候动一个 小小的意念 影响到会 后来这么大的果报 小丫头 你以后可以做讲师 台上很快 慢慢要 要准备 要准备培养一批 好好的 学佛人 做讲师 你以后可以报名 听得懂吗 哦 感恩 要动脑筋的 因为以后 以后到场多了 台上希望更多的人 能够解释白话佛法 明白了吗 嗯 明白 感恩师父 师父像这种 他知道自己 都去世 做过法师的同修 他们当时肯定是 许过大院了 像这种没修好的同修 就是他们 今世在修行的时候 有什么特别的 注意事项吗 在今世 特别注意事项 就是要 奴隶薄兵 跟台长一样的 奴隶薄兵 就是一点都不能做错 因为你的 上一辈子 做法师 这辈子 让你到人间 再投人的话 那说明你 已经在上一辈子 法师的时候 做错事情了 你真的懂吗 除非你是成员再来的 你如果不是成员再来 你一定是有犯错了 所以继续让你在人间 享受人间福报 明白了吗 明白师父 就是这样 给基隆佛弟子猜事 现在很多弟子都在这里 该是啊 我们有四个 放心你今天生日 太好了 这个 作为一个学博的弟子 就是要向佛 学佛就是要成佛 所以要多做佛的事情 每一天 想什么事情 做什么事情 说什么话 全部都要以佛的标准来 衡量自己 嘴巴说出来 要佛言 佛语 行为 要像菩萨的行为 要不能伤害别人 只能给别人带来幸福 自己脑子里 想什么事情 都要用心 是怎么样帮助别人 这样的话 你才能越修越好 我们学佛 不应该做的 不要去做 不该说的 不要说 不该听的 不要听 不该看的 不要去看 要把自己的六根 清净 封起来 你这样的话 你就会越来越干净 所以就像一个房间一样 靠马路的房间 如果你把窗户门都打开 你很快的家具上都会有一层很厚的灰 如果你把家门 门床都关起来 你房间里就很能保证干净 所以我们做人学佛 外在要行善 要多念经 内心 要远离恐怖 一定要无恐怖 没有恐怖 它有缘故的 为什么不会恐怖呢 因为我不跟人家争 我不会害怕人家搞我 因为我今天不去跟人家掺 我就不会跟人家争 所以你的心跟菩萨就在一起了 做人也是这样 无心既有心 有心既无心 无心家有心 等于没有心 所以说来说去就是你这个心 师父跟你们讲 修心既心 修心既佛 所以只要把心修好了 你就是佛心 所以如果你天天想着恶心恶念 你就是磨心 所以完全要靠自己 各尽其意 一定要懂得 我在人间已经该有的都有了 我自主了 我要改变自己 我只要能够心里开心 放心 能够让自己没有烦恼 我就是能够解脱 所以你们每一个弟子 一定要听师父的话 活在这个世界上 什么事情都要想通 人间 来的时候是一颗善良的心 走的时候也是要有一颗善良的心 我们不要去迷恋人间的所有的东西 因为他都不实在的 他都是心灵的拘留所 因为你的心 因为你的贪 你的心就会被你变成狭隘 因为你的恨 你的心就会变成越来越让自己自闭 因为你的愚痴 会让你的心造成很大的伤害 所以不要去做傻事 不要去做对不起别人的事 这样你才会学博 学得越来越好 一切想明白了 你就开悟了 一切想开了 你就等于明 明理了 就是明心了 见性 所以一定要懂得照顾好自己这个心 要让自己这颗心 永远摘出这个白莲花 摘出这个学博的果子 去以后到观世音菩萨这个地方 还能跟观世音菩萨说 我很好的修行 菩萨我来了 所以现在的人间的受苦 要把它看成是一种快乐 因为让我精进 让我明白道理 让我懂得人间是暂时的 如果人间没有苦 你就会沉迷 觉得人间很好 你就永远脱离不了苦海 希望你们一定要懂得 要真正的学博 要真正的悟道 要真正的开悟 要真正的明白 我不生气了 我不执着了 我真来的 一会儿就没了 我想来的都是空的 我真正的 是自己的灵魂快乐就可以了 所以正念长存 邪念不清 希望你们一定要有好的心态 一定要决定心态要慈悲 要宽恕 要理解别人 然后你的人生就会创造出一个美好的人间 如果一个不能原谅别人的人伤害的一定是你自己 所以一定要好好地走出一条道出来 把自己彻底的解脱 谢谢你们 你们 感谢您的灵魂 你们一定要好好地努力 对得起观世音菩萨 对得起师父 多度人 听得懂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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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